消毒車觸動 針對連鎖壽司店周邊環境 仔細清消 8月28到9月2號 新增足跡案16119及時 以及案16120的兒子 案16122 曾到過藏壽司勤普店 加勒福中原店 金國店 桃園連花劑 甚至還搭過168路線公車 指揮中心4號下午 發出疫情警示簡訊 提醒8月13到9月2號 與確診機是足跡重疊的民眾 有症狀就要就醫評估裁檢 一共發出110萬筆 不少網友都說收到了 但根本不知道哪裡重疊 還有人說沒去過桃竹苗 都在台北也收到 不過其中一名確診機師 採檢CT值竟然變低了 指揮中心2號及3號 對兩位機師做篩檢 短短一天按16119的CT值 從30降到18 病毒量變高 研判是近期才感染 而案16120兩天CT值都是28 由於30號同飛澳洲 都在同一個駕駛艙 是不是案16120傳染給案16119 也令外界懷疑 兩名確診機師 匡列接觸者也增加 一共322人 其中機中隔離299人 自主健康管理23人 已經裁檢188人當中 165人是陰性 陽性一人就是機師兒子 還有134人帶檢驗 但這次染疫風暴 是否可能影響9月6號之後 二級緊接再延長 指揮中心會後證實 目前是這樣規劃 記者綜合報導